欣賞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傳媒朋友 想就著 林鄭所說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想像林鄭今早出來見傳媒所講 主要就土地及未來土地資源和房屋開發方面的意見 我有四五點回應 我騙耀一點去講一講 首先講講整體我的評論是什麼 就好像我剛才說的圖 我覺得這個形容詞是最好的廣東說法 炒冷飯 就是舊數無限輪迴 政策自相矛盾 就是我對於今早林鄭所講的其中的意見 我手上這兩本就是2018和2019年的施政報告 其實林鄭今早講到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有四百公頃在未來五年 你不要說我不做地 講了 不要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又重複才行 為什麼它重複呢 其實蒙混過關,根本沒有新東西 政府開拓不到 在這幾年裏面是沒有任何新的土地開發計劃 我都不算現在所謂四百公頃 什麼洪水橋、古洞等等 我們都聽過了 這個跟林鄭現界政府是否有絕對關係 都值得斟酌 因為大家都知道土地開發這些計劃 有不少是前朝做下的 即是她做政務司司長 所以我都不深究這一點 我只是說 就算你要跟市民說 你要認得 你要說 安心有土地 在做事 有收回土地 不好意思 你不斷炒冷飯 知道了 港屋兩届 現在市民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面 認為為什麼你這麼奇怪呢 講來講去都是這些舊數 不夠啊 我們事實是不夠數啊 市民是有訴求 叫你搞棕地 搞荒廢的農地 甚至提請中央政府想想 軍用地 可不可以部分釋放呢 你全部都不肯做 那給我感覺就是 即是她其實 鉗怒忌窮 基本上都是在無限loop舊數 打算過骨 但不好意思 我們記住的 你過不了骨的 所謂古洞北、粉領北、洪水橋 夏川、元朗、南這些 大家都異熟能長就知道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呢 我覺得她 在整個說話裡面 有不同的論點 她自己都不覺得之間 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政策上 第一呢 她就 可能搏鄭耀堂 或者搏一些建制派 經常拆她台 說要中英幫忙 她不開心 什麼 在國外借地 填海 救香港 她不想你拆她台 顯出她好打得 這招牌爛了 她都整天想要中保住 就整天在說 她的理據是什麼 不應該 因為國外的國策 是這樣 就是講環保 習近平 那習大大講環保 就習大大說了算 香港人講環保 就阻礙地球轉 其實現在她的意思是這樣 你們香港人就不要講環保 你說環保 然後呢 我就跟你講 我要填明日大嶼 你不給我填 我就搞街公園 我就搞濕地 是這樣的了 隨便一樣的了 沒有完美的了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她同一番說 昨天也好 今天也好 都不斷重複著一件事 為什麼 將香港矮化到這個地步 我是很不滿意的 我連自己講的話 那套政策理念 都是不統一的 或者她白說 國內講什麼 總之國內講什麼 我就跟 我不敢押任何意的 總之香港呢 我有一套 打橫離的方法 那這個一個就是 她自己一直講環保很重要很重要 轉頭就在香港 我明日大嶼一定會硬去 那第二 我覺得很不滿意 她刻意呢 將這個 環保和發展呢 成為對立 其實不必然對立的 有些時候 是可以拿到一個平衡點的 但是她不嘗試去拿 她一來呢 就說 哦 每次打餐死 不如打餐大 但是我覺得呢 她這裡呢 現在完全是 打錯方向 也是有矛盾點的 因為她只是這樣 打大自然 她是不敢打大地產商 明日大嶼 不是必然選擇 因為我們一早已經建議過 剛才提到 中地 或者地產商手上的荒廢農地 兩者都分別有1300公頃 現在林鄭說多少 都在說2000公頃 其實兩邊加起來都2000多公頃 我當你用不盡也好 都足夠有餘 為什麼 一定不走這裡呢 而很奇怪地 她不敢動大地產商 只是敢動大自然的情況下 她就想很多方法 來放生地產商 讓她賺錢 例如 枉作小人地 我一早判定 她一定的 就搞什麼公私營合作PPP 沒有人申請 搞不定 是不是 地產商 食利集團 怎麼會這麼傻地跟你的機 肯給你七成你 自己拿回三成 而最差的這個項目的做法是什麼呢 你給了一個錯誤期望 你的地產商 她手上拿著的地 本身是不可以發展成為住宅區的 本身是農地來的 她將它荒廢了一段時間 或者搞到變成棕地 然後你就放它做住宅區 這樣還得了呢 政府是不是應該用傳統的做法 發展 好像我們所說 用新發展區模式 NDA 發展新市鎮 接著 在規劃圖裡面 如果有私人土地 包括地產商手上的荒廢農地 你就收地 你就賠錢 就是最簡單直接利落 這樣不是打餐大嗎 這餐都很大的 千多公頃 千多公頃的數目 都是打餐大 為什麼林鄭這些打餐大就不敢 對著大自然 不可以發聲 打餐大就這樣呢 接著有人說 喂 不要填海 你就說人家阻礙地球 轉環保分子 或者環保意識高企 是不對的 不過習大大說環保 就是很對的了 她在說什麼 說到整口譜 都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 就著明日大嶼 我覺得政府現在說到 像林鄭說到這樣 慈窮你屈 都硬來 理據之間 隱含了混亂 她都不覺得 都要硬去 看來明日大嶼 政府都是鐵了心 想硬來的 那我必要呢 警告政府 明日大嶼 這個是一個 注定失敗的項目 第一 我們過去的實際例證 所有香港的大白象工程 沒有一宗店的 在她林鄭月娥 從官在高官以來 由發展局局長 到政務司司長 到現在做特首 揮下通過的所有 相關的工程 包括港珠大橋 蝕到死了 現在想起什麼 港車北上 港車北上完 就北車南下了 到時又說什麼自駕遊 那些事情 又吵了一輪了 那麼 這個 高鐵 講心講高鐵 又是不行 虧了錢 其實基本上 我們過去歷史裏面 政府交出來的數 都是不準確 甚至我是懷疑 有機會是報喜不報憂 從業務到立法會強公眾 得到有關賠款 落成有關的工程 誰得益呢 大家心中有數 肯定得益的就是發展商 肯定得益的就是背後的財團 而明日大嶼 為什麼我說他衰緊呢 除了過去的往績 不值得信這個政府之外 最大劑的是 明日大嶼的股算價 是嚴重低估的 他用了2018年 那一個造價來股算 完全違反了 一般大型工程以 開工日期作為造價的股算 這個傳統 這個其實是合邏輯的傳統 他用了2018年很明顯 因為有篤小的數目 但是同一時間 他篤大了回報 因為他用了當時 經濟環境未有疫情之下 未有國安法 香港政治經濟基調 未破壞之前 那種樓價土地價值 來估算 你只是低估了成本 高估了回報 當時這樣也是僅僅打和的 那條數目 現在那條數目 接近7千億 報小了 他現在都承認 是未計 除了填海之外 修橋保路 上面的道路設施 蓋樓基建 是完全未計 那我們不是幾萬億的豪島投資 我們現在香港 面對一個全球經濟的 逆市環境 這個不想咬的 全世界的人都感同身受 我們憑什麼 在現在這個時候 有這麼大的頭大 有這麼大的帽 去曬空 我見到很多建制派的議員 不斷說 不是的 我們分開很多年 去到投資的 並不是一次曬空 我知道 我知道 但你也是沒有條件做 因為所有的投資 就算你攤連去給錢也好 你都要講回報 這一項是一個 就這樣看 是不是很有前景 甚至乎前途很不明朗 而我們的財政司司長都說 未來幾年都要勒斧頭 赤字 我們已經赤了兩年了 未來還要赤多少年呢 那就是說 在一個赤字預算的狀況 經濟復甦遙遙無期之下 未來十年 他竟然說要負擔一個數萬億的大型計劃 從而去豪島駁回報 而最荒謬的是 他真的豪島到變成了病態賭徒 當大家提他 我們提他 你不夠錢 我們現在只有八千億 他說不怕 我們發債就可以了 真是跟病態賭徒一樣 你不夠籌碼嗎 借給你 借完給你就曬冷 不用還的嗎 你籌回來的錢 都是一個財政承擔 我只是問一句 現在這個明亞大嶼的計劃 如果好像高鐵 好像港珠澳大橋那樣 窩可了 跑湯了 不行了 那條數哪個賣單啊 是香港市民 七百多萬香港市民 就要承擔這個沉重的代價 我們還中招得不夠多 所以我覺得完全是不可以接受 如果政府硬上呢 除了是愧對香港市民之外 我覺得背後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 在這樣的環境 正說任何一個理性 正常合理的人 都會先看一看定 不要說你立即cancel它 都要看定些 我看到有個別建制派商界都說會看定些好 唯獨我們政府 是覺得要硬去 短時間去 星期五就要來了 背後一定有動機 我只是看到一個可能性 是最明顯的 就是賣身救國 就是香港的財政儲備 是否就是現在中國面臨之今年斷裂 遙遙欲墜的情況下 最好一個救命省呢 這個是令人懷疑的 好 最後一點就是空置稅 我手上這個就是近這幾個月 最近去到上月和上週的這個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即交投的那個樓價指數 我們看見其實現在交投是交著狀態的 個別區域甚至有升市情況 港島區上星期還升了接近2% 比起上個月呢 港島區就升了3.45% 那麼也都有些區域是跌的 微跌了1% 那麼新界通上星期呢 就微升了0.3% 那麼這個圖表表示什麼呢 表示其實現在的市況呢 就不明朗 大家有不同的人看不同的市 有人覺得看好 有人覺得看不好 有淡友有好友 那麼在這個時候 政府呢 竟然呢 絲絲縮縮縮 就政策歸縮 將那個空置稅呢 就接埋了他 還以為很難看地靜悄悄通知內會 跟著昨天出了份稿 陳凡就當交代了 就是已經 空置稅取消了 很明顯是向地產商跪低的 雖然空置稅大家都知道 本身呢都是一個 武牙老虎來的 最少都是老虎啊 嚇嚇你都好 讓地產商呢可以 不要這麼肆無忌憚 囤積 他們的私樓物業 起好了 落成了一手樓物業 令到市場呢 有一種被操控 甚至呢 囤積居期的狀況 那麼透過空置稅的設立呢 都叫嚇嚇他 讓他不要明目張膽 那麼很不幸呢 沒有牙的老虎嚇嚇人呢 政府都要收回 那麼很明顯呢 他的托市動機就很強了 有幾大的效果我不知道 但是呢 肯定是受到很龐大的壓力 不想在現在呢 這個 看不透的市 就是有人看好 有人看不好 的狀態之下呢 趕快就 喝停了政府 政府也都跪低的 那麼這個信息幾不好的 那麼其實 其實 早前其實已經出現過了 早幾個月 政府已經宣佈了 我呢 長策建屋量減少了 那麼你今天又這樣說 即昨天又這樣說 空置稅又取消了 其實大家都會有個預期的 那麼很明顯 這是托市的行為 我覺得政府沒得賴的 其實最好的做法 我覺得是什麼呢 難得我們都談了四年 就是 拿著門一腳 被建設派搞我了 而這個項目 也是政府自己提的 是不是應該 照 繼續行 甚至乎 在當中 加入條款 我想 讓它可以應對 用一些行政的方式 去應對到 市況逆轉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 的 要凍結期 那是不是來得比較 合情合理呢 如果今次這樣拉倒了 其實呢 我相信沒有機會再來的了 因為下一次再走 就要由頭洗牌重來 並不是好像今次這樣 延續下去 那麼經歷回之前那個程序 四年都談不成 下次談我們都看不到 為什麼 四年會談得到 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 政府 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是不應該呢 取消空氣水 那我一輪嘴說了一堆了 那就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怎麼說 有出獄 請問我們 什麼意思 只資料 請問我們 解釋